嘿大家好,这是Liwi,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年2020年是金工潜水表的55周年 金工在这一年呢,推出了一系列将最早期金工潜水表致敬的表款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要开箱一款比较特别的限量款腕表 同样是致敬金工于1965年推出的第一款潜水表6217 也叫62MAS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箱这款腕表 然后呢,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腕表的细节 可以看到呢,这款腕表的包装盒跟普通的金工潜水表的包装盒相比比较特殊 因为这款腕表呢,是一个限量款的腕表 全球限量5500只 跟这个金工的MM300 Marine Master大MM 它的盒子比较像 是这种长方体的盒子 上面呢,有这个55th Anniversary 和一个海豚的图案 它的基心的说明书 还有它的保卡在这里面 因为是一个特别板 这款腕表呢,配备的是金属的表链 外加一个硅胶的表带 它的代号呢,叫做SPB149 这款腕表我是在eBay的一个店家叫做DiosGuru1购买的 在这里呢,big shoutout to DiosGuru1 sold me this limited edition Seco watch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会把它们的eBay商店的链接放到影片的简介栏里面 如果大家对金工的腕表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他们的eBay商店去看一下 这是一款蓝色表盘的腕表 除了这个金属表链 它还有配备一个蓝色的硅胶表带 跟蓝色的表盘非常的搭 很多人知道我自己非常喜欢蓝色的表盘 这款腕表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漂亮 我们先慢慢的给它一点动力 让它的秒针走起来 金工针对它的第一款链接水表62MAS的表款 也推出过一些类似的致敬款腕表 包括之前在我的频道给大家介绍过的SPB051053 SPB143147 另外就是金工最高端的SLA系列 像今年推出的SLA037价格要高达6000美元 是一款在做工和机器上可以媲美高级瑞士腕表的表款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这款腕表 是金工55周年的系列款腕表 全球发售5500支 和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SPB143147 属于同一款腕表的不同配色 那么今年推出的这款腕表一共有四个配色 分别是SPB143是黑色表圈灰色表盘配备金属表链 SPB145是黑圈棕色表盘金属表链 这款腕表是金工专卖店特别款 只可以在金工全球的部分精品店买到 SPB147是黑色表圈棕色表盘 上面是金色的指针和刻度配备硅胶表带 这配色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 另外就是今天给大家开箱的这款腕表 SPB149是黑色的表圈蓝色的表盘 配备金属表链和蓝色的硅胶表带 全球卸量5500支 在价钱上来讲 SPB147因为只配备了硅胶表带 所以最便宜定价是1000美金 而SPB143和145配备金属表链 定价是1100美金 SPB149因为配备了金属和硅胶表带 而且是卸量版定价是1350美金 虽然卸量5500支 这个数量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款腕表现在在市场上还是比较难以购买 在有一些平台甚至卖到了1600美金以上 那么今年金光推出的两款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潜水表 一款呢就是这个62MAS 另一款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之前影片给大家介绍过的叫做Captain Willard 这款腕表 这两款腕表的价钱非常的相似 而且它的机心呢都是采用6235的机心 下面呢给大家做一个快速的对比 它的尺寸也差不太多 可能带起来这个62MAS会显得更小一点 因为这个Captain Willard有这个鲍鱼壳的表身 带起来相对会大一点 这一款Captain Willard呢是致敬进攻70年代的潜水表 这两款腕表呢是奠定了进攻潜水表的根基 之后进攻所有的潜水表基本上都抛不开这两款腕表的影子 虽然这两款腕表的价钱都要达到1000美金以上 但是他们的做工要完全高于进攻终端的潜水表 比方说海归武士相扑这些腕表一个档次 那么今年金光推出了很多蓝色表盘的限量款腕表 近期还会推出这款Captain Willard蓝盘的限量款腕表 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那么这一款进攻SPB149 它的表身直径只有40.5毫米 基本适合大部分人来佩戴 如果你想购买一款进攻潜水表 但是你的手腕相对比较细的话 非常推荐你看一下这款腕表 它的晶体呢采用的是半球形的蓝宝石镜面 既复古又耐刮 表圈采用的是钢圈 上面字呢不是普通的喷漆打印 而是通过雕刻凹陷下去的 非常的有质感 手表的指针和时间刻度 也是完全采用最早期62MAS的设计 非常的复古 这款腕表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使用的是三burst的蓝色表盘 金色的秒针和金色的潜水深度200米的标记 非常的漂亮 另外这款腕表的表尔宽度是20毫米 而且表尔的地方呢是直的 就使得这款腕表成为一个strap monster 非常适合搭配不同的表带 比方说皮表带和尼龙的nato表带都可以 这款腕表的机芯同样采用的是进攻6235的机芯 每小时21600的振频 高于进攻42的机芯 但是它不属于一个高振频的机芯 储能时间有70小时 是一款带有手动商链功能的全自动机芯 这款腕表配备的基础表链 无论是从做工还是佩戴的舒适度上 都要好于普通的进攻腕表 比方说海归五世相铺系列 另外呢它配备的硅胶表带 也更加的复古优雅 质感也非常棒 下面关灯看一下这款腕表夜光的效果 另外有一些网友给我留言 为我在这个系列当中的四款腕表的配色当中选择哪一款 这四款腕表只是外观的不同和表带材质的不同 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呢经常从事一些户外运动 比较喜欢佩戴硅胶表带 但是呢如果你想购买一款腕表 保留很多年 建议大家选择金属表链 因为硅胶的表带很容易老化变旧 当然如果你选择的是SPB147的话 你可以单独去购买这款腕表的金属表链 如果目前你可以原价购买到 我今天拿到的这一款SPB149的话 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购买这一个配色的 也希望大家给我留言 在这四款腕表当中你最喜欢哪一款 那么这就是关于这款SPB149的开箱与介绍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明天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